各位朋友大家好,最近有几宗关于摄影的新闻非常吸睁 第一宗就是Nikon计划去日本厂房停止生产数码相机 这个非常震撼 第二宗就是Canon的EOS R3 现在遥传说它的感觉是Sony跟它做的 还有一宗属于花边新闻 就是台湾有设计师说香港的影楼抄去的场景 还拿出图片来左右对比 哇,好像断正似的 那我们今天就环绕这三个话题来讲讲吧 好,小声,各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 可以去我们的频道的主页按订阅 里面应该有三十几条关于摄影或修图相关的影片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好,我们首先看一看这宗新闻 其实在2017年 他们已经将大陆的厂房停止了 原因是被一些智能手机的相机 迫到他们的市场就一直被瓜分了 情况就很惨淡了 所以厂房就要这么少生产量了 因为做出来都没有去买了 那我们看看这就是以前他们的小型相机 這部950我都用過的 很有趣的 當年都是一部很口碑的相機 還有一大堆微型相機 在後期之後被手機市場影響 變得不太好銷路 其實在2021年2月 NICON宣布會關閉兩間在日本的鏡頭廠 剩下有一間在大田原市會繼續生產 原因是被智能手機影響 被銷量一直下降 變成要節省成本 要縮減一些廠房 甚至有一些裁員的行動 因為根據日本相機機影像產品協會CIPA公佈 2020年全球數位相機的出貨量暴跌 增加了四十幾% 都很厲害 沒有這麼半 難怪有這麼大的影響 接著 話口未完 猜不到 在3月的時候 有公佈 日本的相機生產都會停止 他說廠房會繼續保留 但是不做數碼相機 就把數碼相機的生產線搬到泰國 日本的廠房就專注一些高營利的 或者可營利的項目裡面 相機那些 現在已經不太高營利 就搬到泰國 這個消息都很震驚 Nikon 其實都是相機 生產商 現在都是Canon Nikon 和Sony 的天下 Nikon 都這樣說 真是前景 都有點難以觸摸 那就沒得說了 因為一間公司 真的要賺錢才行 他在2020年 第二季 7月至9月 他已經說 有虧損了193億日圓 好像說 全年虧損了300多億日圓 那都是 沒辦法了 一定要搞一些重組 誰都要出些招數 如果不然 不斷掉下去 那就真的沒辦法 大家基本留意一下 還有 最主要是讓智能手機 影響到一些細想機的市場 其實智能手機的第二波 其實是來的 現在的智能手機 由三星開始打頭陣 出一些新的智能手機 已經去到六千萬像 一億像素 其實他們是衝去高階市場 遙傳說iPhone那些 都會跟著這條路走 智能手機充的相機市場 我會預計 他的第二波 就很快會來的了 另外 有遙傳說 Canon R3 這部機的感應器 是Sony代工的 那現在這個是遙傳 那它出自哪裏呢 就是EOS High HD 這個網站 就說的 說發現了一個 Sony的感應器 那個規格 就十足十 是R3 那個感應器 的規格 也都令人很懷疑 這個就是將來R3的感應器 當然啦 它說它有些特律渠道知道 那是否真的呢 其實不知道 現在都是一個遙傳的階段 但是呢 你看回之前 Canon Watch Canon 曾經在網站上寫 就說 它那個R3 那個Sensor 是Design 設計和生產 ByCanon 就是由Canon 設計和生產 但是呢 Canon UK 那個網站 很快就變成 只是設計ByCanon 就沒有了生產 那 令人很懷疑 這個Sensor 其實不是Canon 自己生產 所以 其實這種 背照式 陳疊式的CMOS 其實 如果不是它自己生產 就很直接 就會想到 是Sony做的 那如果真的的話 其實是Canon 的第一部高階相機 就是用Sony的Sensor 以前是在這樣的相機仔 其實都用過的 但是在高階的 就第一次用別人的Sensor 那也是非常大件事 那你知道Canon 那些用戶 很多時候說Canon的顏色 靈色靚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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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多時候都跟Sensor很關聯 那你現在用了Sony的Sensor 當然我相信 它的調色 會做回它的調色下去 但是做不做得足 又要出來才知道 那其實現在也是一個遙傳的階段 那是不是都不肯定 但是 看過資料 就 是的 機會大於不是的 那大家儘管看看 那這些謠言的事情 先不說那麼多了 好愛好愛的突發 Canon 終於出來澄清 他們的EOS R3的Sensor 是他們自己設計和他們自己製造的 Canon 第一次 就對這些謠言出來澄清 可能這次的事態比較嚴重 哇 我這個影片都精好 準備出現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個更新 所以真的 在6月18日 旁晚 即是外國時間 即是差不多是香港時間 18日深夜 才有這個澄清 那 Canon Woman 也有了更新 那就是說 Canon 已經出來澄清 說 EOS R3的Sensor 是他們自己設計和 是他們自己製造的 那真的謠言的事情 大家以後的態度 都要小心一點 就不要盡信 亦都不用不信 那就用來參考一下好了 這個又上了一課了 好 那另一則新聞 就是台灣的設計師 說香港的影樓 抄了他們的景 事源有一個叫做 倫德宇的人 在Facebook發文 說香港這間影樓 就把他們的場景照抄 抄到一模一樣 就離譜 那他不單止就這樣說 還寫了一些照片 有了對比 那令人呢 就覺得 你覺得像不像呢 他左右對比了 去台灣的場景 那他指控是被人抄襲了的場景 那大家覺得是不是呢 其實我就覺得是的 真的都 抄襲得很過分 那其實這些 參考別人的景 其實都會有的 但是你參考完別人的景之後 你都要自己讀一讀 改一改 不要這樣欲宣 就是 十足十 現在還被人 鋪出來公審 那 真是 影響 都幾大 就是被人說你抄襲 抄襲抄襲抄襲 當然 當然 有些網友會說 我抄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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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會有很多影片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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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